詞曲 李宗盛 我們會訪問一位武術名家 叫趙松武先生 我們前幾天跟他聊天 我們拍一段影片分三天播出 我們先看看第一天的播出 好 趙先生 古人有所謂十八般武藝 有些人叫十八般兵器 兩者有沒有什麼關係 兩者可以說得有關係 也可以說得沒有關係 為甚麼 十八般兵器 只不過全部都是講義兵器 如果十八般武藝 就包括了我們叫做白打 但現代來說就叫做拳術 在十八般武藝裡面 它叫白打 十八般武藝是講武藝的技術 指技術 十八般兵器 只是一件物件 現在這裡有十八般兵器 不過我想先了解一下 很多刀劍之類 我們現代人都會見過 但是比較少見的 陌生的兵器包括哪些呢 包括有燕子檔 燕子檔 它的形很特別 沒錯 為甚麼叫燕子檔 燕子檔 它主要殺傷力的部分在哪裏 它殺傷力的部分 主要在中間這個人 這個槍 好像劍風 主要殺傷力在這裏 它這個作用只不過是一種要來擋甲 或者破對方的攻擊 然後順著那個勢 或者貼著對方的槍桿 或者貼著對方的槍桿 刀桿直刺 它是戰場上用的 一個是普通的江湖合時拿著來封身 這個是戰陣用的 戰陣用的 是一個重兵器 換句話來說 在馬上都可以用得到 馬上都可以用得到 馬上都可以用得到 好了 燕子檔我們看過 近來這一把呢 這個叫做三尖兩刃刀 怎麼為之三尖兩刃 三尖是大家看到的 三個尖 就是三個尖 尖鋼 兩刃就是這兩邊的刃 嗯 換句話來說 三尖可以殺傷 兩刃也可以殺傷 也都可以殺傷 沒錯 就是五個部位可以自敵死命 是 它是不是很長的兵器 也是戰場上用的 也是戰陣用的東西 嗯 好了 我們再看過去 這個大掃子 大掃子 是 這個大掃子 就是 是兩刀 大掃子 我看一看 一邊好像很長 另一邊就很短 沒錯 大掃子很長 它有點像那些 三折棍 不僅只有兩折 是 是 這個已經入於 暴戰的大掃子 以前有一種叫正式的大掃子 也都叫盤紅棍 嗯 這個如果馬上用的話 它長這一段 就起碼有一像 一像長 這條鏈 有兩呎那麼長 然後再拉一圈 嗯 呎兩長 它是短 短那一支棍 嗯 這馬上用 揮動的時候 就可以打到很遠距離 是 打到很遠距離 同時 要來破一些所謂藤甲 有些拿盾牌的 要來破一些藤甲兵 多數 現在是說炮 有點像迫擊炮 是 是 在後面 繞過去 對 但是這些是短很多 那這些可不可以用在戰場上用 這個是一般是 戰場都用得 但多數都是步兵用得 步兵用 如果馬上用的就很長 哦 叫大掃子 大掃子 挺特別的 好了 我們再看 這裡有把好像 好像刀爬一樣 是這個叫爬 這個叫爬 這裏大家看到 有四個尺 有些人五個尺都有 嗯 是 這個隨駁人的喜歡 嗯 它這種用法 一樣是在戰場用的 嗯 它這個當然有殺傷力 另一個作用 就是要來拖開那些障礙物 啊 也是 馬戰 馬戰用的 可以拖開障礙物 即是表示這裏很實正 是啊 非常之堅固 我記得以前西游記 神話故事 是 朱八戒好像用九尺釘釘 就是這一種 是啊 就是這一種 不過就是九個尺 就是九個尺 我們稍微看看 長兵器方面 我們看看幾樣 不過那邊我看到有些短兵器 不如我們過去 好 教授和你加速一下 好 哇 這裡也有很多短兵器 是 這種比較常見 這種是弓 石箭的弓 是 有些跟弓差不多功能 我知道你還有一種叫魯 是 就是這種 老就是這種 是 它是怎樣融化的 它這個有個 以前叫做炎刀 也就是現在人家叫做 開槍的羊 蚊雞就是雞頭 是 有些什麼叫煉豬腦 是否整排箭 整排箭在這裡 整排箭一起射出來 都是一個雞 一個雞 這個古人發明 很特別 是否攻城略地 工城略地 或者馬上都用 馬箭步箭都用 這些就是比較 騎射器 就是用兵器 是 其他我看見還有 很特別 這種是什麼 這種叫做 這種叫做 鑑 鑑它就是 四個靈角 很明顯 這種叫鑑 但它歷史也很古 但它已經超過2000年歷史了 你說的鑑 你說殺手鑑 殺手鑑 就是這種鑑 就是這種鑑 唐朝的蟲蟲寶 用鑑很厲害 沒錯 蟲蟲寶就是用鑑 我看鑑本身 你說只有四個靈角 有什麼 風啊 本身都很鈍 它是否只用來打擊 用來蓋蓉 它作用 只不過都是用來 最重要是用來碎骨 嘩 打來骨也斷了 是 它是鈍器 不是利器 它主要靠重量 一把鑼 例如揮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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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揮 它是長和短兩種 如果長的話 都是在箭陣馬上用的 短的大概有三尺五吋長 那就是暴箭用的 普通江湖人物也會用 用來做什麼呢 我聽見它的構造 它沒有封印 怎麼用來使用 它這裡好像一支筆 其實這裡是很豐益的 每一個作用 是用來打穴 打要害 即是所謂點穴 打下去 沒錯 但是長兵器又怎麼打穴 長兵器它的作用 一般如果是馬上戰鬥的話 據我所知 這個當然也是有殺傷的作用 這個也是有好像鎚的作用 即是後面這個拳頭 是 好像一拳打穴 即是一個鎚 啊 即是以前我們有些 看過有些叫南瓜鎚 有一種這樣的作用 其次呢 它這個也是有一種勾 勾的作用 哦 因為分分鐘可以將個人拖在馬下 這樣 相當好用的 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很多三尺八角的頂 是 那些是很鋒利的 做什麼 這個叫做狼牙棒 它是不是已經縮小了這個模型 本身長度很厲害 本身長度是有長的 亦有短的 短的通常是三尺五吋 哦 長的就已經超過一丈 本身的重量會不會很厲害 很重的 這個應該是勇武之士才可以用 也就是說 又可以在戰場 又可以防身 是 它主要都是在戰陣 戰陣 也都是 剛才那個鹼用來碎骨 這個呢 這個也是碎骨 也都是 因為以前穿盔甲 是吧 那你有時刀劍你 不可以殺皮 所以要靠那些重量的東西 重的東西 再看下去 這一種是 很可愛的 這個叫做刮鎚 刮鎚 它的作用也是 如剛才所說的一樣 刮鎚 我看到有些人打的時候 有兩個手拿的 是 兩個手 一定叫藍瓜鎚 就是這種 是 這個叫瓜鎚 還有這種 這種叫鞭 這種叫鞭 鐵鞭 這個縮小了很多 這個縮小了 這個是鐵鞭 它跟鞭有些不同 就是鞭就是起風角 鐵鞭一般就是一折折 這些好像竹折鞭 鞭給人的印象 好像是軟的 這個是硬鞭 跟軟的不同 這個牙 本身的鞭的構造 都是鋼 有鋼有鋼 有鋼有鋼 有兩種 這種液 一打下去也很厲害 是 這可能是碎骨 這可能是碎骨 今天早上 十八般冰氣 我們大概看過 比較少見一點的冰氣 明天我們就要介紹 今天早上多謝趙先生 好 多謝你